哈啰 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去泰Square 因为我老婆要带我去买生日礼物啦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到底我老婆要买什么东西给我做生日礼物咯 我们带来去看看 我们终于到Times Square卡巴了 我们刚才飘移一路上来 等一下我就用新款GoPro 这也在去台湾的机场的时候我做过 这样子实在塞着 人家以为我穿着电话 其实我在GoPro 因为我不知道我那间电影可以拍嘛 太赞了 太强了 太黑了 我平和 我们平和 我们平和 我平和 我平和 我们回来啦 那么我们刚才去了这个time scroll 那么今天是有点小塞啦 只是我们到那边来讲的话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半的时间 那么到那边来 平常会很方便 因为都很空 因为毕竟是平常的时间 不是假日 也不是说这个拜的礼拜 最主要我们今天去的就是拿了 这个东西啦 Sony的这个Alpha 6400 就是很多的YouTuber神器 那么要谢谢我的老婆啦 她买我这个神器啦 为什么我们换这个 因为我们之前是用GF9 GF9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她的对焦很慢 不能够外接麦克风 不能够机身充电 每次我们拍了 差不多10分钟还是20分 她就不能拍了 机身过热 她有个就是讲说 我们拍了之后 然后没有电 她的电池耗量也很大 那么一没有电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继续拍 我们就要充电 或者是换另外一个电池 所以我们YouTuber 如果要拍Vlog 或者是说 我们要做一些视频的时候 她有一个六大特点 我们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升级去 SonyAlpha 6400啦 走啊我们一起去看开箱啦 OK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Alpha 6400嘛 对不对 OK那么在刚才在我们那边 检查货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割掉了这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一张 High Speed的 Memory卡 94个Mbps 写进去的时候 70个Mbps 当然就是一朵说明书啦 还有它的这个什么 accessory啊之类 还有日语版的相机的说明 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来打开它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哎 这边有一个东西 那么首先当然 这一个呢就是主机啦 我们这一次买的是有Kitslang 有跟这个Kitslang来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呢 充电头的这个转接头 一个 那么还有呢又多另外充电头的转接头 这三个Cable 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啊 充电的 还有USB的头 这里呢就是一个插入 刚才把插入这个电线的这个东西 这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 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是MPFW50的 它总共是1020的这个MH的电量 那还有什么 还有这一个相机 眼睛的那个装口来的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就是USB Cable 那这一个呢就是对刚才的这一个 其实这个USB头 你在借这个充电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对着相机去充电 所以它是没有给额外的充电的这个Socket 我们有自己另外在买啦 那么之后也会开箱给大家看 还有就是相机带 那么这种相机带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原产的 但是就比较普通的相机带 可能我们之后我们会买 另外一种的相机带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放旁边它先 我们就来看这个主机啦 这个就是Alpha6400 Original Kicks 然后它是一猫的借口 最特别的Alpha6400就是想说 它可以把镜头直接拉出来 拉完它可以拉上来180度 变成这个翻转频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确保这个构图是对的 准确的 拉出来 然后你把它拉出来 然后这边还有个脚 所以你要把它拉出来 直接上去了 这个有个缩脚呢 它就不会弄到这个screen 那你有贴这个screen不在看来 你也是会担心嘛 对 那么你拿上来就会顶到这里 带的时候就这样带下来 然后拉下来的时候 这边顶上去了 然后再带回去 这是它的翻转频的这个使用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的一个 放在这个i-piece 我们把它装上去 很简单的 它只要这样子拉 装上去就可以了 轻轻的把它装上去 哎 它就已经装好了 在另外一侧来讲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口你打开的时候 去HDMI的里面就是有一个是充电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给你借这个话筒动 那么你就可以外接麦克风 那这里呢 还有写上一个就是小小的Wi-Fi 也就是想说 你可以直接用Wi-Fi 来传送 可以连接你的电话 用来这个拍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试一下开机 把电池给放进去 可以锁紧它 在这个电池放了之后 看到旁边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洞口是给你放这个memory卡 这个也是Sony original的memory卡 so它也是有这个说明书 这张memory卡呢 其实呢 买这个相机呢 这个memory卡是他们送给我们的 so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可以去以上我们去买的这间店 去买 把memory卡给放进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充电 首先讲到 哎 有Sony original的 如果说你有另外充电 Chargers来讲的话也是可以用 算的是这个接进去 因为它有给三种的插头 我们选择这个比较方便去使用 不用说另外的转接头 插进去 这个插进去 然后打开它 就是 Charge 就是说我们就要放在这里 比较可惜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都已经是2019年了 它竟然是没有出太息的插口 我们现在就开店 再开了店了之后 在这个插头旁边就有一粒灯在显示着 这就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说呢 它是有在充电 刚好这个讲好batch 下来看一下说它有多少个button 这个C1 C2 楼上这一边呢 这一粒呢就是一个function键 来的就是想说你要什么样的模式 都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这个呢就是一个shooting键 然后旁边呢 这里有个小红点 for要拍摄video的时候点击 这一次可以比较方便的 就是你在设定里面去调节 说变成前面这个拍照件 开始录影或者是结束录影 圆形的这个可以旋转 跟楼上这个圈样 可以做一个选择 还有上下左右 看一下开机是怎么样子的 打开 就会看到 它有很多的语言的选择 你可以用这样选择的方式 你可以按上下 或者是这边还有力 你可以选择这样转 它都可以做一些的选择 来先设定英文的 说你要选择什么地区 什么日期 还有什么时间 比较方便 在你拍照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时间 按Enter进去 就可以选择你的地点 可以用这样选择 或者是用这样转的 都可以 来找一下马来西亚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是没有马来西亚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 香港新加坡 还有北京 这个地方 我们就按下去 这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 要不要daylight saving 就是说在 白天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省电 说这个day 18号 2019年的时间是 设定好时间跟日期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你的day format 是要怎么样 好了之后 你就要Enter 我们就已经设定完成了 其实它设定呢 也不会拿到哪里去 接下来 我们就看看 我们要怎么样子 连接去电话 怎么样子的 在上网去注册 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 从电话连接去相机 然后把相机里面的照片 转过来 电话这里 首先当然你要下着他们的网站 你去App Store里面 找Image Edge的APP 打开相机 点开APP 在相机这里楼上 有一个manus 点这个manus进去的时候 楼上呢 就有1234566 一个损项 我们就损地球的损项 第一个 send to smartphone functions 你只要点进去 send to smartphone 你点进去 你再选择 select on this device 你再点进去 然后this image 或者是说 all image 或者是multiple image 在电话这里呢 你就是要点击这个 scan nfc 或者是qr cord 再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两个损项 你就是要点这个 scan qr cord of the camera 扫描这个二维码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join 你就click join 它就会慢慢的显示给你看 就是讲说 它已经在transfer这个email了 它有connected with the camera 刚才选择那张照片 直接传输过来你的电话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 照片就已经是 传输过来了啦 OK 那么我们是第一次用 Sony的产品 不要讲说别的产品 相机我们是第一次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讲 我们就click这个register here 然后你click进去的时候 它这里就会显示是说 你必须要填写你的email 应该是变成你的未来 Sony ID 那么你再click下去的时候 Do you have product to register 你就写yes 它就叫你place red 在这里呢 你就要click你的series number 就是你的器材 series number 如果你不懂得哪里找 就可以click这个 where to find series norm 你点下去 它就会出现告诉你是在哪里去寻找 在这个楼上这边 条码这边 你就可以找这个series number 那我们就把series number key进去 但是记得它那边会有写s01 多少多少多少p 记得你在楼上来讲的话 也是有s01这些 那么s01这一些呢 你是基本不需要去key的 你只需要key它中间的七位数的号码就可以了 那么你key好了之后 你可以选择按tab 或者是按楼下这一 model number 或者是按你要enter 它就会叫你place red 它这个楼下的model name model的名字它会出来了 像我们的是6400 它就会直接把你显示出来 那在这里来讲的话 它就会问你的debt of purchase 我们的是今天嘛 对不对 click中间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是不是今天 或者是说有别的日期你买的 可能你不要慢注册 选择好了 就click next 那么你click next的时候 它就会问你要填一些的 比较基本这个资料 我们就先来填一填 填完所有的资料之后 包括这边一些security call 那你就按summit 它就会processing 然后呢 就可以给你知道 你是注册到什么样子的一个status 当你所有的资料都填完 提交好了之后 它的status 就是说你的account已经是created了 so你需要sign out 你点这个sign out之后呢 它会出现回去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画面 你只要点这个sign in 它就会要你打你的email address 打你的密码 那你就click sign in OK 当你们sign in好了之后 你们进到你们户口的时候呢 你们首先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有一个你们的这个产品 我们已经把A6400给注册进去 楼上就有四个损项 你就可以看到网站里面你注册过的这个产品 还有就是说 你的warranty是到几时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warranty呢 是2020年9月17号 真的是有多了三个月 那么在online register 我们的product就可以得到 多三个月的warranty的步骤 就到这里啦 那么呢 影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 还有分享这个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当我们发布新影片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 还有还有记得要follow我们的这个Facebook 还有我们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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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